那么本期,绵绵就以杨子的时尚造型为例,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米色的色彩语言,米色长裙的搭配要素,以及把米色长裙穿出端装感的小技巧。 米色的色彩语言,众所周知,米色属于大地色系中的一种,是其中最浅的一种颜色。 米色虽然没有棕色和嘎色的深沉,也没有白色的明亮,但却介于两者之间,柔和又不失温柔的力量。 米色长裙经常出现在气质女性的穿搭之中,这种单品的搭配要素主要有两个。 首先第一点,要从米色长裙的款式选择方面开始说起。 由于米色与肤色接近,所以在搭配时,年年建议大家尽量不要选择太过于修身或者是包身的服装,容易暴露身材缺点。 因为这种颜色本身并不属于高端色彩,而是看上去十分普通朴素。 所以,为了提升精致感,面料一定要选择优质的类型,比如说常见的针丝或者是优质混纺物等等。 如何把米色长裙穿出端装感?如何才能把米色长裙穿出端装感呢? 首先,从细节设计方面来看,米色长裙一般都为纯色,不会在裙装当中加入过多杂乱的色彩, 否则会影响个人气质。 所以,为了避免廉价感,让米色长裙看上去更为精致。 大家最好是在米色长裙的裙装表面增加镂空图案或者是刺绣设计。 图案或者是刺绣设计,可以选择白色的纱线。 这样的话,既可以避免唇色太过于单调,同时又提升了米色长裙的高级感,露出锁骨和脖梗处的皮肤。 不仅能与米色长裙的颜色形成鲜明对比,而且还能让米色长裙的设计线条看起来更为丰富。 米色不同于其他颜色,如果大家选择面料比较薄的单层裙摆,就很容易暴露腰腹部以及臀腿的坠肉。 不得不说,杨子穿米色长裙真好看,不仅显瘦,显高,还很有端庄感。 看了杨子的造型之后,大家是否也被他美到了呢?